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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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报道全世界 我是邓卉文 今天我们来说历史 台湾的历史是有很多 应该说有待我们去发掘 是 今天我请到这个 这是很多专家 我们这是中央研究院 台湾史研究所的老师 这是陈培峰陈老师 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听众朋友 我们还有观众朋友 观众朋友 有看直播的观众朋友 老师出一本历 这本历史为了歌唱台湾 我看得到 本来就是说是比较轻松 说台湾歌 介绍台湾 结果不是 这是一本历史研究 老师里面有一个主题 就是说 应该说 战后 这是1920 1960 1930到60 这段战前战后 这段时间 台湾的历史 有很多研究都是 好像说 局限在知识分子 你说说是有史料的 而且是有知识权利的人的历史 所以你才会说想要用这些庶民 像说 比较重要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里面去看到一些不一样的部份 是怎么会想到对歌来撤 因为我的研究是做研究 做研究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 大家都会想要去做那些有头面的 对方通地质 地色分子 都去找他们去做研究的对象 但是 我们想看看 我们社会的台中来对 其实很多是面貌模糊 就是说他做工的 做龙的 做凶的 属龙公凶 很多人 其实他们这些人这是社会的主体 但是 我们做研究时 常常都去忽视这些人的准在 都会把地色分子 有一个话语权的那些人 有来资料那些人 他们的在说什么 想什么 做什么 发生什么 他们当作 那就是台湾的历史 但是我觉得 如果这样去做历史的时候 我们可能有一个很苍白的地方 你看我真正 就是说社会主体这些人 他们做过什么东西 他们想什么东西 还是他们当初有什么情绪 这点是我想不到去了解 所以你找到刮刮 对 因为我感觉刮刮是一个最好的研究的取经 就是说 基本上 我们台湾并没有一个很 跟这种危机也没有一个很确定 还是说很明确 还是说很顺利的这种标记方法 就是说我手写我口 有点困难 所以说穿的最标准 我们心里有什么东西 还是说想什么东西 穿到穿得出来 还有这点我感觉最重要的就是说 其实政政后 其实都是维权统治 日本时代有很多东西 你们也不能说的 不能写的 国民党来的时候 有2月25日白色空谱 很多人其实他要刺身 他也不敢刺 对 日子又会被废置 那时候有很多输用 所以说很多人其实他们没办法 用文字资料留下 所以过程是一个最好去了解 我们庶民大众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突然开始就去看里面有什么问题 基本上我在做的时候 因为你把生音当作研究对象的时候 老实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一 你资料去读书去找就有了 那个网路上找也有了 但是他们这些人怎么穿 怎么那样的事 你去找那些唱片 有去增情 增情 日本时代 我们有 留了很多这种生音的资料唱片 但是在1946年时 国民党政府来的时候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有日本的遗毒 所以说 他就在公告 比如说大家要把这个唱片 就是说 销毁 要把它销毁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会怕 都把这些唱片 听说是丹丽萨 而且那时候的唱片跟这时候不一样 它是从焦的 所以说它很容易就破碎 所以这些生音的资料 其实在没有一个程度 时期之前 其实我们是听不懂的 我刚才开始做的时候 是听政后的Youtube上头有 政后你是说一九四十年以后吗 对 差不多五公年 五公年以后 因为台湾政后的唱片工业的 我们说的复苏 其实是一个1950年代 因为日本人照料 有很多色彩 露燕色 跟边取质 或什么都回去了 上市都放空 还有刚才到复苏的事情发生 真正的复苏 到我说的年代 所以说这里都有一个落差点 所以在战争这些唱片 到这几年以来 我们也要再感谢 很多收藏家 他们开始去增加 去收 收到医疗 他们都很空格 有时候都破了 Youtube上头 有时候你把他争够 他还要转档呢 对 他也要给你收藏 给你听 那一开始听的时候 我都感觉说 哇 这很趣 我都感觉说 正前 譬如说我们正后听这些 我们说的台湾歌是台湾民谣 我们都感觉说 台湾人唱歌就是我们唱了 就是那种的抗戏 用了很多 很接近日本演歌式的那种 转音、战音 我们的叫是说台湾歌 其实是受到日本的影响 这是不是日治时代影响的 结果老师我跟他说 不是这样 因为就是说 你去听这些歌的时候 我们做一个比较 我们就发现 就说 其实那种不同 1935年还是1936年 这个日本人唱歌的方式 跟台湾人唱歌的方式 其实是很不同的 一个日本人就是 他有很清楚的转音 他声音会比较滑润 跟西医一样 跟西医一样 一看一转 台湾人唱的时候 是比较滑润 就是颗粒 一颗一颗一颗 用丹田去唱的 这就代表说 如果我们觉得台湾人 是我们的传统 所以说它有另外一个 现象是传统化 这个阶段当中 台湾到底是发生的 什么事情 这些人 身来到一个想象的 我们要把唱歌 做这么大的改变 这是我最想要问的问题 那是老师这本事的重点就是 是是是 所以老师刚才说的意义 我稍微跟听一种评论 我稍微来摘摇一下 看能不能对 请老师提到 就是说 台湾现在大家在听的台语歌 其实已经是前后 又复苏起来 可能是日本化 后的东西 才有这种 勘识 好像转音 转音 这个唱法 但是这个过程 其实是说 应该说 应该说 战情 就是我们说的日本时代 是 日本时代的时候 日本歌和团来 台湾的歌 譬如说 你说民谣曲 那唱法是不一样的 日本人的唱法是有转音 战音 台湾人 你是说受到歌曲的影响 所以 在唱哩的时候 是颗粒状 意思就是说 一个音 直接要它唱到尾 就是 不可以这样 拼拼拼拼拼拼 拼拼拼拼 拼拼拼 是没有 是在拼 我们待会给大家 试试一下 但是 我觉得这很重要 一个观念 老师在切来说 就是说 买了 其实是这个国民党 来了 台湾人那时候 是有一个 希望 好像说回归祖国 但是 是属性的经验 觉得说 你主人也有很多 很多 这个历史学家 说台湾人 觉得有一个 失望 有人说是一个 灾难 所以有一个 空窗期 有一个失望 买了 好像为了 买到 国民党 通质 威权 有一个 气氛 台湾再走回 去 找回日本歌曲 因为这是 本来去 把劲 劲起来的 所以这个 这个过程 就和大家想的 很不一样 这是一段 失落的历史 我刚才在说 国民党 要消费的 欺负 我刚才我听你 在说的时候 那消费 不是只有欺负 是台湾的 那一段的历史 大家的记者 是 不然 我们现在应该 老师要给大家 demo 是说 唱法 的不一样 对 对 我们来听 日本时代 大家可能 如果有研究 都知道 我们的一节是 纯纯小姐 纯纯小姐 其实 他本身就是 欢迎把我们出来 所以 唱法 其实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用丹田 很丁 另外一个 是 当初在日本 也是很出名的 他这个是 其实 所有的流氧官 开始的时候 都不知道要找什么人去唱 都一定去找 你本来 就是有 那个 本来的五六 譬如说 会唱歌羽 或是 台湾的铁 这些人去做 做歌唱 日本也是 台湾也是 我们现在来 行商就是说 这两条歌 那个 日本人唱的 声道 可爱 他是这个铁钁 唱的 我们就当 很明显 去听到 他的唱法 就是很滑 滑来滑去 就像思议的 专来专死 纯纯的就是 很滴的 丹田 这可能 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 年轻去听 应该是 很容易 就会去 发觉到这个差异 所以我们先听 纯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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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啊 光彩的米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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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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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